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 首席副书记长林思敏表示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号 请求清偿债务强制执行案 此案裁定一出 保单遭强制执行案件量暴增 导致司法体系过劳 保险机构遭愿 人民受害的三书局面 这个裁定在111年的12月9号一出 我们保单遭强制执行的案件量大增 根据司法院的统计 执行法院受理强制执行事件 新收案量的件数 在108年的时候是1463648件 到了去年112年 已经高达1931005件 增加了467357件 成长的幅度高达31.93% 我想我们最近几年看到 我们的司法人员 因为工作量暴增 而导致法官 司法事务官 书记官 以及相关的我们司法行政人员 因为拼命的加班而累坏身体 那在司法法事委员会 我们在之前也才开过 如何透过行政简化 诉讼减量与科技运用 以降低基层司法体系负担的成效 与精进的其成的专案报告会议 但是很讽刺的是 我们才公许要减低相关司法人员的工作负担 但是一个最高法院大法庭的裁定 却突然让暗量暴增 造成司法体系的难以附和 以及人员过劳 也造成保险公司电话申诉不断 平受保院 那在被保险人以及腰保人这部分 也因为保单被紧除 失去保障 造成他很大的一个受害 所以这是一个三书的局面 司法院昨天在专案报告里面提到说 他们在今年4月 在暗量最大的台北地方法院 以及士林地方法院 有增加七八位的执行处的人员 来处理这么大的一个案件的事件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增加七八位的人力 能够处理突然激增的三十几万件的 这样的一个案件量吗 很显然 从数字上来看 根本不可能 还是难以消化 以及包括其他全国各地方法院的民事执行处 也是这种类型的案件的激增 所以突然形式上增加能力来处理 绝对没有办法来对这个问题做彻底的一个解决 所以这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方案 所以这个案件爆量的这种乱象还是会一直持续 所以必须找出浮体抽薪的解决方案 我想我在这边要讲的是这么多的案件 背后有非常多的心酸 我想我们保险的真正的意义就是在风险的控管 就希望风险在控管之下 能保障我们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他的基本的生存保障 所以是在让人遇到苦难或者伤病 或者遇到意外的时候能够活下去的基本的条件 保险的争议在于做风险管理 希望风险在控管下能保障被保人或受益人 基本生活保障 例如癌症险因欠债而被终止就完全失去保障 被强制执行的保单要保人权益也受到损害 副书记长罗志强也表示 897号裁定原本是为了防止脱产而做出的裁定 但在处理上已造成不符比例侵犯弱势者医疗健康权益 我要告诉大家897裁定本来是为了防范脱产 就这个目的 但是在处理上已经造成了 第一个动摇保险制度的社会安全功能 第二个大幅增加法院的案件 第三个不符合比例侵犯弱势者 特别是健康医疗等的权益 也侵犯下第三个包括受益人的权益 像这样的一个财令一出来之后 其实我们办公室也接到非常多的一些申诉 那我举一个个案 有一个案例就是 一位民众他二三十年前会哥哥开的公司担保了 哥哥经商失败过世之后 然后他就负责了连贷的债务 可是他们之前做的人寿保险 第一个还负担了很多健康的险 七分钟 好那很快讲了 那实际上我要特别讲到最后结果是 请问这个保单一二十年前的保单 当时这个腰宝人就已经想要脱产了吗 这是哥哥的债务啊 所以基本上也不符合你想要设定房脱产 第二个又去规范到他的那个受益人 就是被侵犯权利的是被保险的受益人 他的小孩子 而且金额金额就二十几万 更重要的是你今天一旦解约他 对不对 实际上他执行的 基本上他不只是所谓的 是解约金而已 不是保险金 所以就当他的所有的价值折扣再折扣 那这样整个就已经破坏了当初保险制度设计 所以我就很具体建议 将来在我们在相关的政策法制调整上 第一个要顾虑时间 就是你的保单的时间是多久 第二个要顾虑金额 金额的大小 脱产大户不会去搞你的二三十万的金额 第三个是种类 像健康的险益了解这些不应该做 尝试执行的项目 第四个就是受益人介入权 立委罗听伟也指出 第二保单几乎是弱势家庭的救命前 若政府不符比例原则 任由债权人进行强制执行 等于是让债务人陷入生活混沌 政府必须制定相关规范 保障弱势族群的生存权益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416万期间 7千 7千